在台北市产业发展局长陈俊安与台北市农会理事长等人共同主持下 宣告台北市绿竹笋季正式展开 每年6到9月是台北市绿竹笋盛产季节 台北市政府与市农会特别举办绿竹笋品质评鉴比赛 针对外观色泽柔软度及甜度进行计分 结果来自木榨区的笋龙陈俊良打败全市9个区龙会 共106位高手夺下绿竹笋王 身为笋龙第二代的他也分享种出冠军笋的诀窍 我爸爸总教教我们说一定要让大家吃到最新鲜最好吃的竹笋 所以说我们把绿竹笋当成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我们给他吃最好的东西 我们人在吃的东西 就是我们每年都是让他吃黄豆 对就是我们在喝豆浆讲那个黄豆 不是黄豆渣是黄豆 除了绿竹笋王 评鉴比赛还选出甜度最高的甜笋王 及外观最佳的美笋王 其中甜笋王的甜度高达7.1度 是今年全国最甜的绿竹笋 更难能可贵的是今年台北市15位笋农代表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全国优质安全绿竹笋评鉴 结果获得历届以来最好的成绩 一举拿下亚军及季军 每年的6月到9月是台北市绿竹笋的产季 那我们每年都办这样的评鉴活动 那今年很特别 我们今年选出的这个甜笋王 它的甜度是7.1度 是目前全国今年已知最甜的一个笋子 那当然除了甜以外 我们也希望农友的产品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在今年参加全国安全笋的绿竹笋的竞赛 我们也获得缩原组的亚军跟季军 那显示台北市的农友 不管是在技术的提升上面 在食安的维护上面 其实都是领先全国 那也都不遗余力 再尽可能尽自己的力量去达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想要为我们的农民 为我们的农友大大的喝彩 代表台北市获得全国绿竹笋 凭倩雅军的台北市老权李里长周梁傅 也大方透露 打败全国30多个农会的种植秘方 要有天时地利人额 自己也要努力 除了我们种植的在老权李有优质的土地 还有独天独厚的那个品种 更加上我们平常我们都用有机施肥 我们有机肥的成本都比较高 我本身是老权李的里长 这次很荣幸能够获得全国的绿竹笋比赛的亚军 藉由这一次也来推广全台北市优质的绿竹笋 新鲜甜好吃又嫩 根据统计台北市绿竹笋 种植面积约800公顷 总产量3700公顿 重产值约3亿元 除了贩售现彩新鲜绿竹笋 台北市各区农会也特别举办柴笋区活动 邀请民众体验一日农夫生活 还能品尝绿竹笋的鲜甜好滋味 欢迎民众尽早向各区农会报名 享受丰收季节的美好时光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